刚才的话呢就发生了个小插曲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不是说我做的多好 我是觉得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你还会不会再来什么呢 我不会再来 因为他有个弟弟告诉我说 刷脸开门拿了就走 我说那他哪知道我拿的哪个呀 我舔的视频为证啊 我可不是偷了一瓶水呀 我就不知道咋不管呢 他不扣我 我们要退房了 这次住这间超大 住外面 行那就过这下呗 这个建筑的话 巴洛克风格的 但它是哈药六厂 哈尔滨第六制药厂 哇好漂亮 太多人了 像这样 这是现在变成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了 超级大 咋不进去呢 你说一个知名六厂 长成这样 他现在好像也不在这做药 没有味儿 都是餐馆的 前面啊都不是进去了吗 让我们在这边寄存行李不让进 你看你看都大公主拍照 昨天那个什么教堂满地大公主 这一组画画的就感觉特别有感觉 这藏族人名叫 然后我刚才看这幅画 你看妈妈的手已经都是皱纹 然后骨节也变大变形了 对不对 然后满脸的皱纹 这个叫哭泣的母亲 哇 你再看这个呀 这个你感觉是什么 就是一个虾嘛 然后呢 这个虾对这个鱼吃掉 这个白颜色也是一个鱼 对对吧 这个鱼又被这个吃掉 这个也是一个鱼对吧 这黑的 然后最后被外边这个鱼吃掉 他们都连着一条线吗 是不是 鱼线吗 鱼线哈 那个白色那个哈 嗯 海洋 这个是不是 无题 我给他取名 叫海洋 太楼了 我这名啊 高级一点 高级一点啊 啥呀 你给他取一个吧 好 我一头汗 因为这爬到五楼 这一头汗 大宝你说你刚才取的名叫啥 海底捞 你不捞 越吃货你就吃货 这个大盘 哈哈 哎呦 我在这儿吹电风扇呢 太热了 我那个电风扇从箱子里拿出来好了 我想说不热了我就没拿 还是很热 嗯 就带着有叉 现在很凉 好 你给我吹 哈尔滨艺术工 版画博物馆 看看 哦 这边结合了一个 版画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熏陶一下我们的艺术氛围 看我的宝贝 这个景点的话是免费的 我免费参观 所以说可能就没给开冷气吧 并非并那个盈利性质的 但是真的太热了 因为我们爬楼梯走到五楼 然后呢五楼四楼参观 还有一楼 一楼就是更金碧辉煌一些 等一下咱们再下去看 那这幅画叫查理一世子女校 1638年的 感觉这样的这种建筑的话 就跟这样的细致的话很搭 对不对 你看这 有人要拍照 就有人不停地走过 不会有人让 大哥帮忙拦累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个健康大药房 应该都是他们的药 那双黄脸口肥叶 那我都看起来很眼熟 哎呀那个小蓝瓶 那个小蓝瓶 我女儿小时候还喝过呢 补新的 就是咱们这边的孩子 都从小就说缺钙缺新 要用补的 所以我妈也给我女儿买过 这个是2025年 就是亚冬会是在这个哈尔滨举办 所以说现在有些积淀品 周边商品 这走到中端这边出口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厅 你看在这拍照的 150块钱一个小时 就你随便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拍 就应该是固定的 他们专业的只给你拍多少张 然后你其他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拍 这样 天呐这是许愿池吗 我女儿不拍 要不然我昨天在教堂给她拍的话也很漂亮 就是这种了 上面的顶的吊灯 看这边的话还蛮大一片的这个建筑 都是这个哈腰六厂的 很大 刚才的话呢就发生了个小插曲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不是说我做的多好 我是觉得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个女士在拍照吗 没有人让 然后我是站在她旁边等了一下 然后那个女士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然后一个先生就出手帮忙她拿了一下别人 所以说大家暂时就是站下了 她就可以去拍照 那你拍完之后的话按我们正常的话 是不是你跟说声谢谢 我们帮你等了对不对 你吵等一下等一下 你站了半天都没有人等你的时候 然后你吵等一下等一下 有人肯等你的时候对不对 那人家拍完转头就走了 然后再给讲一下刚才我 在楼上人没有那么多 一个太太给先生拍照跟一幅画 我就站在那等了一下 然后拍完照之后 她太太向我微笑点头 就表示谢意 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就是人家等你的你要说谢谢呀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说人真的是互想的 就是可能久而久之了 就是我让你了 你也没有谢意 我干嘛要让你呢 可能有人就会这样想了 你知道吧 所以真的是互相的 再强调不是说我说我做的多好 我觉得说这样的方法 我做这样这个方法 是不是更好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马车 这样的一个造型吧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照的 游客真的很多 我跟我好朋友他们走散了 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他们 但如果你问我说 哎这边怎么样啊 你还会不会再来什么呢 我不会再来 因为他就爬上去五楼 然后五楼四楼逛一下 就走廊看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呢再来就一楼 大厅有那么一点 就是这个位子不近 所以说可能跟其他的景点什么的 也不近 就是你可以不用往这边特意来一趟 但是下次真的 我就可能就不会来了 人又多 然后又偏远 然后又爬五楼很热 夏天这里边就开锅了就 夏天可能一定就要开冷气了 要不然就太热了 我天哪我拿了一瓶水 然后 这怎么给人钱呢 问一下呗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这个拿了一瓶水 我要怎么给他付款呢 你可能就 就不会整啊 他这写关门自动结账 那他哪知道我拿的是啥 因为这里边东西你看他价格不一样啊 我拿的矿泉水 这啥整呢 这怎么结账呢 我一会问问这个跟我一样 请问一下你这拿完怎么结账啊 我拿出来一瓶水我不会结账啊 有个弟弟告诉我说 刷脸开门拿了就走 我说那他哪知道我拿的哪个呀 然后弟弟就说 他说他能感应 妈咱也不知道我 你说这我在没给钱 大哥这台机器是你负责吗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付款吗 拿出来就付了 拿出来就付了 你刷了两个 刷了 那他也不知道我拿的哪瓶啊 都是这样的钱 是吗 你也拿了就走了 我拿了就走了 哎呦我的天我在这会不放心了 半天我说没给钱呢 怎么拿了就走了 我分享了 支付宝里面应该就在那里面 哦是这样谢谢 真正不明白咋扣款 我到现在我那支付宝 还没有扣这两块钱的 我水都喝没了 然后有一个大哥我就问他咋用的 因为他在用旁边那台机器 然后他就说拿了就走 他家儿子也叫我拿了就走 然后 刚才我在外边问我朋友的时候 然后他还跟我讲 他说你看我这扣完款了 他等一下直接就扣款了 那我到底再没扣呢 我天的视频为证啊 我可不是偷了一瓶水啊 我就不知道咋付款呢 他不扣我 我们回去是坐火 也是高铁 然后在哈尔滨站 他们这个站 间内挺有特色的哈 这样 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哈尔滨很多建筑啊 都是欧式建筑是呀 你看前面 是不是啊宝贝 我们检票口袋这儿 哎呀人太多了 没什么地方坐 这像不像哈里波特那个啊 是不是这还蛮有趣的这个火车站啊 那种就是最老式的绿皮火车 哎呀这是我们的车 这是我们那个吧 这电梯还这么慢呢 我们都消极了 欢迎乘坐中国停路 沈阳有几块银行公司 动车组织车 织车 织车前面 织车 织车 服于北站 姑娘 你去跟他们要两个雨衣去 嗯去 我还外面下雨 要两个雨衣 哈哈 有哈 哈 有哪个 都这边有啥区别咱俩这个 拿着省个外边下雨 沈阳的话 如果来的朋友沈阳下雨哈 其实是跟地铁的可以跟他们这个 就这个位子的人的话要 这叫什么 安保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要要这个雨衣哈 他们会提供免费的 这派上用场了看 今年雨水不了为什么这么多 我们来吃饭 我们来吃面 然后我要了一个拌鸡架 然后在上面 这谁让人就很爱吃这些手指类 看到没 这样 然后拌凉菜什么的 这个是我的 好了 我的对吧 来去海岛站 请十八元 点的蛋炒面 请四百二十三号去餐 请四百二十三号去餐 他们家是24小时的 生意也真很好 现在都很晚了 然后再放点乌醋 我给你女儿点的是大肉面 我的蛋炒面 保证你要尝尝吗 鸡架好吃 你把手套戴上啃 方便 这叫老汤干豆腐 这个是他们家自己做的 他说叫什么炸豆泡 就是豆腐炸的 对你尝尝看宝贝 然后这个是半鸡架 水羊特色美食 蛋炒面 开动了 他们家面就是现成的 然后你在那等着它煮 还可以要很宽那种 就叫什么皮带面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面 很Q 宝贝你的面好吃吗 好吃 很大一碗哈 吃不完打包带回家 我还想吃麻辣烫呢 我没要 你这样麻辣烫多了 对呀那太多了吃不完 我们这样的话 这些花了47块钱 47大概多少钱 200块啊 200多一些 半盘又下大了 等一下打车不好打 给我一片肉啊 我女儿说这个什么很好吃 是不是要拌几下 它是甜辣口的 不会很辣 不会很辣哈 很爽口对不对 夏天吃很爽口